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认为台湾应该要让新台币稍微动一下 如果这个再坚持下去的话 那产业很可能他说不见关才不流泪 那么他已经对台币的贬值 他发出强烈的警告讯号了 我们来看在1到4月财政部公布的出口 是大幅度的衰退 这个幅度不算大 但是我们如果看到4月份的出口250.7 是季度衰退8% 另外年度衰退1.9% 但是1到4月整体来讲出口衰退是成长1.3% 那幅度相对是小 所以我们在第一季的GDP 3.26的异估当中最后出来的结果是1.54 那1.54跟目标相去是很远 那么在这个礼拜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有关惠例的报道 那么这是卓永财先生当着行政院长江一花的面 呼吁台币应该要来贬值来救产业 那么这个新普科技的董事长 那他也站出来偷骂 他说这个台湾的政府是最糟糕的政府 他说一点都不重视惠例的政策 台湾有七成靠外销 那么外销不赚钱哪来的税收呢 他说政府官应该减薪两成 才知道民间的疾苦 这是在新普科技 那么这个宋胡祥董事长 他跳出来也在骂政府 另外也看到在最近的企业大佬 从台泥的孤城银到台坡的林博石 那么再到喜盛雄 都要求他认为出口产汇率是关键 所以四月份的出口 如果出口不正的话 全年的GDP保三相对来讲 是相对比较困难 所以但是企业界有很多的不同的声音 央行出来认为说 这个汇率升跟贬都有两难 那么一般来讲 他认为说如果汇率的贬值 会造成出口 会造成的物件的上涨 让人民增加痛苦 但是出口商认为台币如果不贬 在整个国际竞争当中 台湾很难占到上风 所以我们最近也可以看到 南韩他寄出了154亿美元的 这个振兴经济的措施 同时他也提出这个 扶持中销企业的计划 包括11.1兆 对贸易的融资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韩国对目前的这种衰退的情况 那么有开始很大力的 扭转颓速的大力的动作 所以这个也是 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 前义营董事长 黄天宁董事长 跟我们好朋友李宗耀先生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要来针对当前我们所看到的一个 整个出口衰退对台湾经济 所造成的一个比较大的伤害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 从这个地方来看 这个礼拜其实大家很关切的一个是 正手税的调整 那么到目前为止 大致上有一个轮廓 这个轮廓是取消8500点的天险 那么这是我一再强调 没有一个国家弄一个天险 给大家一个天花板冲不破 那这是现在调整我想是对的 那么后面只剩下一个是 散户不扣税 但是对大户超过10亿 那么再加征千分之一 那么这也是在现在来讲 在目前的思维当中 比较诡异的一部分 一方面我们对正手税 去做调整 希望能够造势 能够让成交量 能够扩增 但是我们又对造势者 就给他惩罚 这个也就是我们在 整个政策理念当中 很可能有需要再去做厘清的 我常在讲 这10亿稍微进出几下 大概就超过10亿了 那么这个会鼓励大家去动用更多的人头付 这是将来所可能产生的流币 那么在我们在提倡公平正义的原则之下 我一直在强调 我们对外资有非常多的豁免 那么在5月8号我就发现了 外资一天的进出 占台股成交超过50% 那这个也是告诉大家 我们给外资包括在税负 在进出 在资讯上 有众多的豁免 但是现在对内资有很多的束缚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台湾也把股票市场的主导权 拱手就让给外资了 这是台湾股市在资本市场当中 我们给自己捅下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因素 那么这些在这个礼拜 我们希望在8500点的天险拿掉之后 对台湾的股票市场 能够产生比较急俗的助力 今天我们回来来看看台湾的出口 现在在企业大佬 不断的高升及肤当中 我们到底未来这个路应该怎么走 我们今天再度请到我们议营董事长 那么黄董事长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好 钟上兄给观众朋友问候一下 各位观众好 好 老师长好 谢谢 我们今天两位都老朋友了 我想先请黄董事长来告诉我们 我相信你在最近一直在讲汇利 对台湾的产业的影响 所以我印象最深刻的 你如果要旧面板 台币可能要到42块是吧 这个就是大家一看到会非常吃惊的 就是说现在在国际竞争当中 我们最近看到日本 日元的贬值 这个礼拜已经到102.74 这个从77块1毛6 在短短半年之内日元大概贬值超过三成以上 我相信这是日本股市大涨非常重要的关键 这个关键里面 日本开始使出大家 几乎无法相信的一个重大的汇利贬值的手段 对亚洲带来的影响非常的大 那我想我们怎么来看在这个回合 包括卓永财董事长 对央行 这个我们彭总裁 有很多的建议 你认为台湾眼前的汇利政策 我们应该怎么做 那刚才大家说的 好像是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是腰占 是1.54 这个关键是在出口 我这个会同意 因为出口占了GDP的大概是70% 那出口的这个 并不是景气循环的问题 大家以为出口不好就是景气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是本质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从这里就可以 可以请大家看这个图表 东亚主要出口的这个 这个增率 2001到2010年 这个10年中间 你看看这个出口的增加率 台湾和南韩 这个中国 我们是除了日本以外最低的7.3% 那这个2011年 我们12.26比较好 但是韩国是19点 这个中国是20 这个新加坡也是16 所以也是除了日本以外 我们还是最低 去年呢 我们只负的2.3% 这个减少幅度也是最高 所以这一个来说的 我们这一个出口的问题 是贬值上的问题 而不是景气的问题 那么出口的问题 有人说这个 关键是在费力 我是认为的确是如此 那个费力 对于一个国家的这个 经济成长 以及经济的融衰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力 而且可以说是关键 那大家如果不相信的话 把这个过去的历史 给大家看 大家都以为 美国是因为 它的科技发达 它的一个 自由品牌 或新技术 这对技术的问题 其实 之前 它费率还是一个关键 你看看这个 美国1990年代 就是 科林顿的这个 全盛时代 对 那大家觉得 这个真正的主要 有这个 1990年代 美国有那么好的一个 咸鱼翻身 是哪一个费力 对 1980年代 大家都知道 美元开始贬值 是吧 那个时候 日本是 伊斯拉这个 网友他说 日本开始升值 日本是 日本第一 就怕阿子那么万 对 那个时候的 日本并不是说 只有出口多 它是技术 它的半导体 也是领先 汽车 也是 这个领先 这个美国 这个半导体 还有一个 所谓的 Dobot 它也是领先 后来 美国看到这个 所以它要求 日本升值 看看这个时候 1985开始 到1995 美元对日币 是贬了60个巴仙 不单是对日币 广场协议之后 美元开始大幅贬值 对德国的马克 也是贬了这个 这个 51个巴仙 对台币呢 也是贬了35个巴仙 那个时候 美国的主要对手 是日本德国 加上台湾 那对于这三个国家 它都贬值 对 所以 对了贬值以后 美国的这个景气 美国的工资 开始赚钱 所以开始有了 这个技术的提升 才有这种 技术的一些国民 那 就是第二次 这个2008的海啸的时候 美国为了救它的这个经济 它所做的一个措施 也是一样 它对人民比 那个时候 美国的这个主要对手 已经除了日本以外 就是中国 所以它对人民币 要求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 北京啊 不让这个 像日本一样 大量升值 但是还是有升值 就升了这个 对这个人民币 是贬了18% 对日元呢 也贬了16个巴仙 对台币呢 也贬了9个巴仙 所以这样子 美国在 就是克服了这个 金融海啸 所以这个你不要 把这个费力 当做是不太重要 实在费力啊 也就是 这个美国 它的胜衰的一个 主要的原因 韩国也是一样 韩国为什么会有 什么今天的伤心呢 它就是1997年 这个东南亚金融 这个 危机的时候 它甚至啊 它大扁 它对于这个 这个台湾呢 是贬了21个巴仙 它 不是 这个时候啊 台币是贬了21个巴仙 但是南韩的这个 韩币呢 贬了74个巴仙 这个相差 只有这个 50个巴仙 这个就是南韩三星啊 后来会 打胜这个 日本的这个 台湾的一个原因 到了 2008年 更厉害 它这个 甚至这个 海啸的期间呢 它再贬了 34个巴仙 那这个时候 台湾仅贬了 1个巴仙 日本反而 升了23个巴仙 所以 这一个 非力政策的改变呢 会影响到 南韩的 真正的崛起 日本啊 现在这个贬 我相信这是 我们在目前来讲 在从去年 第四季到现在 这半年当中啊 全世界最重要的焦点 日元从这个 77块1毛6 现在102.74 这样一个 大幅度的贬值啊 它造成 日本股市啊 大幅度的上涨 所以我们回头看 在这个点 其实啊 在去年11月14号那一天 野田家宴宣布 要国会重新改选 那一天 日本的日经指数啊 8664点 现在呢 最高已经到15108了 所以这样一个 这个涨势啊 大概从日本国会改选到现在 它已经涨到74.38%了 这个是不得了的 也就是 日本到目前为止 它最大的改变 就靠日元的贬值 一贬之后呢 它给日本带来 非常大的改变 这个改变呢 我相信 到目前为止 我现在再思考一点 也就是说 过去20年 从广场协议 从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呢 日元开始一路生子 升到其实2001年的 在海啸的时候呢 日元是到75块5毛3 现在呢 日元北回去了 他就告诉你说 他睡觉 睡是20多年之后呢 终于要醒过来了 日本要慢慢找回 他原来的竞争力 这个过去 现在日本睡觉大起的南韩跟中国 未来会受到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我在这一期啊 亚洲周刊特别提到 他说日本啊 是亚洲的麻烦制造者 这个从中国的观点 当然是麻烦的制造者 但对日本来讲 他在经历过311的海啸 在经过钓鱼台的风暴 钓鱼台的冲突当中 很多日本的店家 被中国人给他捣毁的时候呢 日本开始已经有生存压力 跟生存危机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改变 我相信了 日本开始要去找回 他过去在明治维新 所失去的东西 这个东西叫做护国强兵 这样一个转变 我相信对亚洲未来 是非常大的改变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 我们请我们李总监来告诉大家 在台湾到眼前来讲 我们到底如何来重振 出口竞争力 现在产业其实附生非常的大 这个产业现在其实 我们在过去来讲 台湾其实出口是台湾的 很重要经济发展的命脉 我们这一块到底怎么要重新 让它站起来稍微回来 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